第2441张冥王殿,从柳无邪展露出的种种手段上来看,杜仇他们意识到强烈的危机。 欧巴的出现,神奇的逃生术,这些是杜仇近来之前没有预料到的。 他们并不知道,柳无邪身上拥有引龙族,以为柳无邪修炼了一门隐身术,可以在短时间内,隐匿自己的身体,不过这种隐身术,只要他们做好万全准备,就算隐身的再好,也休想逃出。 他们最担心的还是欧巴,战斗力太彪悍了。 如果能借助罗刹族,对他们来说,无疑是如虎添翼,诛杀柳无邪的希望更大了。 圣女不用担心,我们玲珑天有办法能寻找到柳无邪的下落。 罗刹族男性丑陋,女性绝美,形成了强烈的鲜明对比,很多时候,玲珑天这些人,更愿意跟圣女交流。 你们能找到他的下落,听到杜仇他们能锁定柳无邪的下落,月千仇抓住杜仇的肩膀。 杜仇他们很强大,但是在先皇面前,依旧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。 接下来则是商议如何诛杀柳无邪了。 经过一番决定,罗刹族抽掉50名高手,圣女跟月千仇也在其中,加入猎杀柳无邪的队伍。 如此庞大的阵容,就算柳无邪有三头六臂,也难逃他们追杀。 千里之外,柳无邪从小隐身上掠下来,主人,你不觉得奇怪吗? 玲珑天的人怎么会找到圣山? 落地之后,将小隐收回太荒世界,肃娘的声音这时候在柳无邪耳边响起。 他们应该是顺着轮回气息找来的,柳无邪目光看向罗刹族圣山,眉头紧锁。 如果不出他所料,玲珑天跟罗刹族很快就能联合起来。 以他现在的能力,对付玲珑天这些高手,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。 罗刹族一旦加入进来,后果可想而知,只有逃命的份。 玲珑天能实时掌握他的行踪,罗刹族就生活在轮回世界,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。 接下来的逃亡之路,必定很艰苦,总不能无限制地逃跑,这样就没有时间寻找龙颖的下落了。 揉了揉脑袋,他现在也没有了主意,该朝哪边走,才能避开玲珑天的追杀。 简单修整一番,柳无邪继续上路,速度不敢太慢。 一旦慢下来,玲珑天的高手就能追上来。 从现在开始,只能选择那些险山恶水,给玲珑天还有罗刹族的高手制造麻烦。 罗刹族跟渡仇他们达成一致后,迅速踏上征程。 路上七名圣子一直围着青木林,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 青木林脸上虽然不耐,眼前还要借助玲珑天的轮回之盘,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怒气。 通过七名圣子,青木林基本了解了柳无邪所有事迹。 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类,竟然做出如此多轰轰烈烈的事情。 当然,玲珑天这些圣子,将柳无邪描述得极其丑陋不堪,所做的那些事情,用的都是下三滥的手段。 柳无邪越走越偏,不知不觉进入一座阴暗潮湿的树林之中。 大量诡异的树木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其中几株黑色树木,竟然发出鬼笑声,让人听着毛骨悚然。 淡淡的死气,从四面八方袭来,柳无邪醋了醋眉,强忍着内心的不适,钻入树林之中。 为了甩开玲珑天的追杀,只能选择这种道路。 平坦的地面,很容易被对方锁定。 越走越深,这片树林仿佛无边无际,柳无邪走了约莫一个时辰,发现自己迷路了。 身体朝空中掠去,既然地面上找不到出口,那就从空中离开。 咻咻咻,无数树枝凌空袭来,将苍穹遮挡住了。 其中大批枝条,犹如立剑一般,朝柳无邪席卷而至,逼着它回到地面上。 能攻击的树木,柳无邪眉与紧锁,这些树木远要比它想的还要难缠。 身体再次朝上掠去,必须要离开这片树林了,它隐约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,正在朝它逼近。 这一次射向它的枝条更多了,吃吃吃,柳无邪没有任何迟疑,寄出银血刀,朝那些枝条狠狠地斩下。 火光四溅,这些枝条坚硬无比,银血刀也不弱,斩断一些枝条后,身体继续攀升。 就在柳无邪快要越过树木的时候,从苍穹上,坠下一尊黑洞,欲要将柳无邪吞噬掉。 不好,柳无邪无奈之下,身体再次回到了地面上。 到底这是什么鬼地方?柳无邪狠狠挥舞一下手臂,刚才出现的黑洞,像是一尊魔兽巨口。 这要是被吞噬进去,后果可想而知,身处树林之中,找不到出口,又无法飞行,柳无邪陷入了绝境。 时间无声无息的流逝,杜仇等人,顺着轮回之盘,终于找到此地。 正要进入树林,却被月千仇拦下了。 月统帅,为何不让我们进去?杜仇出言朝月千仇问道,柳无邪就在树林之中,而且距离他们并不是很远。 自从柳无邪进入树林之后,速度就慢下来了,最多半个时辰,他们就能追上柳无邪。 这是民族的地盘,我们贸然闯入,必定会遭到民族的攻击。 月千仇脸上流露出一丝民众之色,他可是先皇强者,都不敢贸然深入,可想而知,这片树林里面有多危险。 罗刹族跟民族虽然都生活在轮回世界,却彼此很少往来。 不只是罗刹族跟民族,其他种族都是如此,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区域,互相不得干涉。 踏入民族的地盘,意味着侵犯民族利益。 罗刹族不敢冒这个险,听到民族,杜仇等人眉头拧成了穿字。 轮回世界,十大种族没有一个好招惹的,之前他们在来的路上,就遭到了十族,有两名圣子险些丧命。 那我们怎么办,难道任由柳无邪逃走,扣标不耐烦地说了一句,眼看就要抓捕柳无邪,却不敢进入树林,让每个人心里很不痛快。 罗刹族同样很憋屈,谁会想到,这么多条道路柳无邪不走,偏偏选择进入民族地盘。 月千仇跟其他罗刹族正在秘密商议,决定到底进不进入民族地界。 经过一番商议,罗刹族挑选出来十名高手,作为先锋队伍,进入树林,寻找柳无邪下落。 玲瓏天这边也商议出来,派遣两名长老,五名圣子进入其中。 派七人进去,遭遇民族,可以组建七沙建阵。 就算他们全部陨落,外面还剩下七人,依旧能组建七沙建阵。 这个安排,无疑是最合理的,金木林要求进入,却被月千仇阻止。 他可是罗刹族圣女,岂能让他以身犯险。 树林之中,柳无邪像是无头苍蝇,到处乱走。 不论走向任何一处,结果都差不多,树林仿佛无边无际。 无奈之下,只好停下来休息。 而这个时候,罗刹族派遣的十名高手,以及玲瓏天七名高手陆陆陆续续进入树林。 树林很黑,勉强能看到方圆几十米,简单休整之后,继续往里深入,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,大量的黑色气体,从地下冒出来,这些气体竟然能钻入柳无邪的毛孔,进入他的体内。 刺骨的含义,让柳无邪打了一个哆嗦。 名气,这些气体进入太荒世界的那一刻,柳无邪很快知道这些气体的来历。 主人,我们有可能进入民族地界了。 宿娘连忙出言提醒道,柳无邪点了点头,名气进来的那一刻,他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。 民族乃上三族,论地位,还在罗刹族之上。 难怪罗刹族不敢轻易涉足,民族最厉害的就是民族老祖,传言他麾下有十大战将,各个都是顶级强者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十大战将不知道是否还存在。 而大黑暗术,其实就脱胎于民族。 三千仙术之中,人类掌握的仙术,只占十分之一。 大部分仙术,来自于其他种族,像大因果术,大龙象术,大轮回术等等,并非人类创造的仙术。 主人你要小心,民族神出鬼没,要比罗刹族还要难缠,进入他们的地盘,想要活着逃出去的希望很渺茫。 祖娘一脸担忧之色,之所能称之为上三族,自然有他们厉害的地方。 罗刹族擅长战斗,论手段,远不及上三族。 柳无邪一手握住银血刀,一手握住加罗匕首。 一旦遭遇危险,加罗匕首可以第一时间挥砍出去。 走了约莫一柱香左右时间,前方出现一座巨大电雨。 冥王殿,柳无邪放慢了脚步,不敢靠得太近。 冥王殿乃民族生存之地,传言电雨之中,巨大无比,生活着大量民族。 毕竟没有人进去过,是真是假,无从之道。 沉寂在吞天神顶中的地狱神殿,突然跳动一下,似乎感知到了冥王殿的存在。 冥王殿很大,一座漆黑的大门,对外敞开着。 祖娘正在翻阅关于民族的信息,大量的记忆,从她大脑中掠过。 主人,根据古籍记载,冥王殿即是出口,也是入口,想要离开民族,必须要横穿冥王殿。 祖娘将查阅到的资料,立即分享给了主人。 除此之外,别无他法了吗? 柳无邪眉头紧簇,说心里话,他不想进入冥王殿。 那黑漆漆的洞口,像是责人而逝的猛兽,进入其中,就很难活着走出来了。 在冥王殿入口处,摆放两尊诡异的石雕。 石雕上面,流淌着黑色的纹路,这些纹路既像是鬼闻,也像是明闻。 更像是两只眼睛,盯着周围的一切。 第二千四百四十二张永无退路,祖娘没有回答,不进入冥王殿,将永远困死这片树林。 深吸一口气,柳无邪迈着坚定地步伐,一步步朝冥王殿走去。 越接近冥王殿大门,两侧石雕上的黑色纹路流淌速度越快。 没有理会两侧的石雕,柳无邪加快了速度,钻入漆黑的冥王殿之中。 从外面看,看不到冥王殿深处是什么样子,只能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。 就在柳无邪消失的那一刻,两尊石雕竟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,上面的黑色纹路,化为一张奇怪的面孔。 就在柳无邪进入冥王殿不久,罗刹族还有玲珑天的高手出现在冥王殿不远处。 罗刹族这次领队是一名巅峰先尊敬,是月千仇麾下一元大将,名叫罗侯,实力深不可测。 玲珑天这边带队的是寇彪,率领六人跟在罗刹族身后。 冥王殿,寇彪的表情,跟柳无邪见到冥王殿的时候一样。 罗刹族相对平静,他们生活在轮回世界,对民族非常了解。 柳无邪进入冥王殿了,罗侯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冥王殿,冰冷地说道。 为何如此确定,寇彪目光看向罗侯,他们进来的时候,并未携带轮回之盘,无法锁定柳无邪的位置。 两侧石雕洞了,这次说话的不是罗侯,而是另外一名罗刹族高手。 石雕洞了,证明有人进入冥王殿,那我们还愣着做什么,赶紧进去啊。 金明圣子开始催促道,早点斩杀柳无邪,就能回去复命了。 这种鬼地方,他们一辈子不想再来了,如果不是宗主许诺完成任务,亲自指点他们修为,打死他们也不会来。 冥王通四海,地府不归人,进入冥王殿,只有死人才能离开,活人是无法离开冥王殿的。 罗侯话音一落,玲瓏天欺人身体一领,冷汗不自觉从他们额头滑落。 冥王通四海,地府不归人,那我们怎么办,难道就这样回去? 扣标平息内心的震撼,朝罗侯问道,柳无邪已经进入了冥王殿,按照罗侯所说,那柳无邪必死无疑,他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。 五名圣子也打起了退堂鼓,朝后退了好几步。 他们是来完成任务的,可不是来送死,但是罗刹族不同,加罗神笔还在柳无邪手中,就算是刀山火海,他们也要闯一闯。 回去,罗侯发出一声冷笑,其他罗刹族面无表情,他们踏入这片树林时候,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。 难道我们回不去了吗?五名圣子越来越慌,哪里还有跟青木林聊天时候的潇洒风度? 一入冥王,永无退路,罗侯说完,让他们看看四周,这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四周出现无数个黑洞,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,任何一个黑洞,都能将他们吞噬掉,纵然是先皇,都不敢轻易踏足,何况是先尊敬。 怎么会这样,进来之前,你们为何不说,一名圣子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,发出些斯底里的咆哮,认为罗刹族欺骗了他们。 如果知道进入此地无法活着出去,打死他们也不会进来的。 完不成任务,大不了被宗主呵斥一顿,但是小命丢了,别说奖励,什么都没有了。 知名罗刹族一脸鄙夷的看向玲珑天几名圣子,仿佛在说,这点胆子,也敢闯入轮回世界。 民族地界虽然危险,但是放眼整个轮回世界,绝对不能最危险的地方。 罗统领,进入冥王殿,真的无法活着出来了吗? 扣标是领队,必须要稳定军心,事已至此,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 死亡不可怕,因为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,可怕的是等待死亡。 他们不知道,死亡什么时候降临,还是有希望活着出来的,只要找到四色海,就能离开了。 罗侯虽然不怕死,但是进入冥王殿,还是流露出一丝心有余计。 上三族没有一个好招惹的,他们的手段,神出鬼没。 罗刹族虽然强大,他们大部分还是明刀明枪的战斗,不像是上三族,他们杀人于无形之中。 听到还有活着出来的希望,玲珑天妻人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。 只要有一线希望,他们就不会放弃,进去吧,罗侯当先一步,朝明王殿走去。 玲珑天妻人还站在原地,罗侯一番话,让他们心里舒服了一些。 但是他们能听出来,罗侯是在安慰他们,至已至此,说什么也没用了,看着一个个罗刹族消失,扣标目光看向他们六人。 我们也进去,说完,扣标当先一步,朝明王殿走去。 罗侯已经走到明王殿大门前,站在一旁的罗刹族小声问道,罗统领,你为何要安慰他们? 四色海早已消失,进入之后,活着出来的概率,不足万分之一。 身边统领不明白罗侯统领为何要这样说,罗侯没说话,直接迈入明王殿,其他罗刹族迅速跟上,一个接着一个消失。 但是,扣标跟在最后一名罗刹族身后,钻入黑洞之中。 柳无邪进入黑洞的那一刻,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他吞噬掉。 那种感觉很不舒服,像是无数触手抓住他的身体,完全不受自己控制。 庄角落地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乎乎的世界。 无尽的名气,从地下世界涌出来,冲入他的身体。 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黑色,地面是黑色,空气是黑子,连世界都是黑色的。 在这里修炼大黑暗术,可以说是事半功倍。 难怪民族能领悟出来大黑暗术。 回头看了一眼,身后的黑洞消失了,隔绝了跟外界一切联系。 祖娘还在查阅资料,将这些年阅读过多书籍,重新做了一遍整理。 主人,我找到离开之法了,祖娘非常的兴奋,激动地跳起来。 快说,柳无邪放慢速度,朝明王殿深处走去。 近来这么久了,一头民族没有发现,找到四色海,我们就能离开明王殿了。 祖娘将查到的信息,立即分享给了主人。 四色海,柳无邪皱了皱眉头,整个民族地界,都是黑漆漆,别说四色了,让他找第二种颜色都很难。 除了黑色之外,再无其他颜色,既然素娘这样说,肯定有一定的道理。 接下来的任务,就是寻找四色海,逃离民族地界。 柳无邪离开不久,罗侯他们纷纷进入民族地界。 罗统领,一入明王,永无退路,难道明族就不离开明王殿吗? 登在寇标身后一名圣子出言问道,在黑色树林的时候,他们比较紧张,思维陷入枯竭。 冷静下来后,发现明王殿存在很多问题,他们只要抓住一名民族,逼着他们带自己离开便是,何必这么麻烦。 罗侯看了一眼这名圣子,没有回答,继续朝礼深入。 这名圣子正要动怒,另外一名罗刹族走过来,拍了拍这名圣子的肩膀。 他们能想到的,罗刹族不可能想不到,如果事情真是这么简单,罗侯何必跟他们说这么多? 虽然他们目的一样,不代表罗刹族就喜欢人族。 只是利益让他们暂时联合在了一起,耿朱杀了柳无邪,罗刹族会不会放过杜仇等人,还是一个未知数? 民族无形物质,他们可以化为一团名气离开,你们可以吗? 拍向这名圣子的罗刹族说完,大不流星朝前面走去,留下一脸震惊的几名圣子。 民族肉身极其诡异,他们可以化为物器,离开明王殿,他们可以吗? 柳无邪走走停停,祭出鬼谋,不断地看向四周。 进入此地后,大量的名气涌入他的身体,壮大太荒世界。 吞天神鼎可以吞噬天地万物,而太荒世界同样容纳万物。 其收进来的法则越多,太荒世界越加得完善。 鬼谋正在悄无声息地提升,名气中蕴含一丝鬼气,鬼谋将这缕鬼气剥夺出来,壮大自身。 罗祖云界山的时候,天伐之眼已经趋于成熟,精神力释放出来,可以形成精神护盾。 鬼谋是残缺的,通过鬼童树一步步修炼成长,远不及完整的天伐之眼。 八大神谋,鬼谋虽然排名靠后,但是论实用性,鬼谋却排在第一。 没有山川,没有河流,没有飓风,没有雷电,整个冥王殿死迹沉沉。 刚进来还没觉得,随着时间的流逝,那种沉闷的死迹,让人抓狂。 连一只会爬行的生物都没有,仿佛一座被人遗忘的世界。 但是柳无邪知道,民族就在他附近,只是他看不到,摸不到便是。 鬼谋越来越强大,看到的世界也越来越清晰,视野所及越来越远。 一道道雾气从四周卷起,将柳无邪的去路包裹起来。 双脚突然一沉,身体猛地下坠,双腿沉入黑色大地之中,直接没到膝盖的位置。 一切毫无征兆,柳无邪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 没有任何犹豫,手中银血刀陡然切下,灵力无匹的刀气,顺着双腿注入到地下。 可能是刀气的原因,拖拽的力量消失了。 一个纵射,柳无邪从黑色泥土中跳出来。 跳出来的那一刻,双眼朝双腿看去。 呲,看到双腿的情况,柳无邪道吸一口凉气。 随即是剧烈的痛苦,进入他的魂海。 第2443张民族围攻,身体从黑色泥土中跳出来。 回到地面上,钻心的疼痛,从小腿蔓延到全身。 看到双腿的那一刻,柳无邪道吸一口凉气。 只见他双腿上面的血肉,变成了黑色,腿肚子区域,有东西啃食过的迹象。 他的肉身,早已堪比巅峰仙尊敬,可以说是刀枪不入。 仅仅沉入黑色泥土不到半熄功夫,就被啃食成这个样子。 天地一体经运转,始祖术中的能量,迅速注入到双腿之中。 主人,这是明毒。 祖娘这时候提醒主人,他的身体,已经中毒了。 不论柳无邪如何驱除,小腿上面的黑色印记犹如复古之躯,如同跟他的血肉长在了一起。 除非斩断双腿,才能阻止明毒进入他的身体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明毒会逐渐蔓延到全身,直至死去。 这就是上三族的厉害之处,杀人于无形。 拿出大量解毒丹,一部分吞浮下去,一部分撒在伤口上,阻止明毒蔓延。 解毒丹只是缓解了明毒蔓延的速度,无法将明毒彻底根除掉。 大量的黑色气体,从四面八方朝这边聚集过来。 明族没有身体,它们可以幻化成各种形态。 这就是明族的厉害之处,让人防不胜防。 脖子突然一紧,像是一根不条,从前面套过来,将它死死地勒住。 柳无邪右手摸向脖子,奇怪的是,脖子上没有任何东西,那种窒息感却越来越强烈。 主人,黑暗之力,进入冥界后,素娘只有一个任务,查找关于民族的线索。 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,寻找破解民族之法。 柳无邪没有任何迟疑,调动黑暗之力,面前的视线,陡然变化,像是一座黑色球龙,从天而降。 奇怪的是,明明是黑漆漆的世界,当柳无邪寄出黑暗之力后,反而能看得更真切一些。 这就是黑暗之力的妙用,通过黑暗之力,可以感知到周围的一切,包括民族在内。 目光朝前看去,大批的民族,他们化为一具具奇怪的身体,正在朝柳无邪走来。 在他身后,漂浮着一尊巨大的民族,双手握住柳无邪的脖子,欲要将他勒死。 加罗神笔还握在左手,一个回旋,朝身后民族斩去。 勒住柳无邪脖子的这头民族,意识到危机,连忙松开双手,朝后退去。 就算这样,加罗神笔还是撕开一道裂缝,切断了这头民族一只手臂。 失去一条手臂,这尊民族发出呲牙咧嘴的声音。 其他民族步步紧逼,柳无邪大脑在飞速运转。 天地万物,相生相克,自己一定能找到克制民族之法。 装手一招,光明之力出现,民族属于黑暗一族,希望光明之力能克制他们。 顿时间,柳无邪方圆几十米,变得亮如白昼。 逼近的那些民族,往后退了一步,不敢靠近光明区域。 果然有效果,柳无邪脸色一喜,继续调动光明之力,扩大战场。 民族只能后退,柳无邪活动空间越来越大。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,此地没有仙气,一直施展光明之力,他的仙气,很快就会耗尽。 身上虽然还有大量的仙石,也经不起这样消耗。 庄方僵持住了,民族不敢靠近,柳无邪也无法离开,谁也奈何不了谁。 而民族已经顺着他的经脉,朝他大腿区域流去。 柳无邪必须要速战速决,尽快离开此地,寻找解药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光明之力跟黑暗之力逐渐削弱。 面前的视线,再次恢复之前的模样,那些长相奇特的民族消失了。 唯有寄出黑暗之力,才能看到民族,失去了黑暗之力,只有大量的黑物,漂浮在他面前。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,又有一头民族朝他靠近。 这是你们逼我的,柳无邪杀新大起,他进入冥王殿,只是躲避玲珑天的人追杀,并不希望跟民族发生冲突。 既然民族要置于他死地,那自己也没有必要客气了。 吞天神鼎,给我吸,柳无邪也谋意狠,寄出吞天神鼎,周围的雾气,像是潮水一样,疯狂地涌入吞天神鼎。 仅仅过去半夕时间,周围的雾气,消失得差不多了。 只有少部分雾气,逃出此地,这些雾气进入吞天神鼎后,发出各种奇怪的叫声。 魔艳即出,这些叫声戛然而止,被柳无邪活生生地炼化了。 大量的气体,导入太荒世界,卡卡卡,太荒世界深处,多了一尊漆黑的世界,宁界诞生了,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后,施展身法,朝前掠去。 小腿传来阵阵苏麻的感觉,明毒开始攻击他的筋脉了。 主人,你要尽快解除明毒,不然我们很难走出明王殿的。 祖娘一脸担忧之色,她翻阅了大量的资料,查不到如何解除明毒。 只要找到明珠草,捣碎之后敷在双腿上,就能解毒了。 柳无邪点了点头,加快了步伐,明珠草极其罕见,只有明界才能生长。 一般生长明珠草的地方,必定伴随大量的民族。 因为明珠草,就是民族的食物来源,罗侯他们进来后,遭遇了跟柳无邪一样的遭遇。 他们的双腿上,同样有被啃食过的痕迹。 长老,我们回去吧,我一刻不想待在这里了。 近来的五名圣子,看着漆黑的双腿,每个人脸上充满着恐惧之色。 罗刹族也好不到哪里去,不过罗刹族体魄强大,加上又生活在轮回世界,民族对他们的伤害,反倒不是很大。 扣标此刻也是有苦难言,只能不断地安抚他们。 民族而已,只要找到明珠草就能解毒。 一名罗刹族鄙夷的说了一声,没想到人族都是一群贪生怕死之辈。 那我们还不快点寻找明珠草。 五名圣子开始催促,让罗刹族快点带他们去找明珠草。 罗刹族虽然厌恶人类,如今还需要他们几个,只能压制内心的火气。 柳无邪走走停停,前方的雾气越来越浓,遮挡住了他的视线。 大黑暗树,伸手一招,大黑暗树从天而降,覆盖方圆数百丈。 剧烈的波动,不断地朝四周蔓延。 那边有波动,应该是柳无邪,扣标他们进来后,一直即出神时,感应柳无邪的下落。 罗侯率领罗刹族,朝气息波动的地方迅速赶去。 黑暗笼罩,周围的视线不断变化,一颗颗巨大的脑袋,出现在柳无邪面前。 嘶嘶嘶,柳无邪感觉自己的牙齿都在冒凉气,超过数百头民族拦住了他的去路。 最为关键,这些民族各个修为强大,张开血盆大口,朝柳无邪直接撕咬过来。 吞天神鼎,只好再次祭出吞天神鼎,朝这些头颅飞过去。 当吞天神鼎靠近,这些头颅眨眼间的功夫,化为一团雾气,消失在柳无邪面前。 高级民族,柳无邪按吃一惊,达到高级民族,他们可以擅长各种变化,轻松避开吞天神鼎的攻击。 嘶啦,柳无邪后背吃痛,一大块血肉,被民族狠狠地撕咬下来。 围有无痕占甲护体,肉身全部暴露在外。 痛得柳无邪呲牙咧嘴,强忍着后背传来的疼痛,手中加罗神笔,朝其中一颗头颅横切过去。 诗,头颅直接炸开,化为一团雾气,不论如何演变,都无法重新凝聚起来,这头民族被柳无邪成功杀死了。 斩杀一头民族后,信心大增,手中加罗神笔连番出手。 依血刀的威力,很难撕开民族,但是加罗匕首却可以。 加罗匕首蕴含轮回世界法则,更适合在轮回世界交战。 越来越多的民族出现,他们铺天盖地,有些从地下世界冒出来。 可使柳无邪的双脚,最多的还是从后背偷袭,导致柳无邪后背区域,鲜血淋漓。 远处传来破空声,应该是罗刹族快到了。 光明之力,无奈之下,柳无邪再次祭出光明之力,将周围那些民族逼退。 光明之力出现的那一刻,犹如指路明灯,让寇标他们,轻松锁定他的方位。 赤柳无邪,所有人都看清了,柳无邪正在跟民族交战。 走,柳无邪没有恋战,继续朝前掠去,落入罗刹族跟玲瓏天的手里,后果可想而知。 刚走出去数百米,更多的民族出现了。 柳无邪双腿一轻,身体自己飞起来了,被大量的民族抬起来,直接飞到了半空上。 紧接着,大片的血肉从他身上消失,这些民族疯狂地啃食。 罗刹族跟寇标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,不过他们修为更高,加上罗刹族了解民族一些特性,战斗起来要比寇标他们更加熟练。 罗侯拿出一面奇怪的镜子,照射过去,周围那些民族纷纷后退。 情况对柳无邪越来越不利,前有民族阻挡,后有罗刹族追杀,身体还中了民族,可以说是陷入到了绝境。 再不能摆脱民族的控制,罗侯他们很快就能赶到。 吞天神鼎吞噬那些低级民族还可以,这些高级民族太狡猾了,每当吞天神鼎出现,他们就会神秘消失。 就在柳无邪一筹莫展之际,沉寂在吞天神鼎深处的地狱神殿钻出来了。 进入轮回世界,地狱神殿频频出现,吞噬了大量的轮回世界法则。 突然出现,着实让柳无邪有些吃惊,第2444章18层地狱,不等柳无邪做出反应,地狱神殿自己飞出来。 出现的那一刻,形成一股狂风,横扫四周,令人窒息的地狱之气,席卷天下。 中国来的那些民族,承受不住地狱神殿的碾压,身体化为雾气后,被地狱神殿吞噬进去。 看着漆黑的地狱神殿,柳无邪眼眸狂跳。 地狱神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? 看着巨大的地狱神殿,柳无邪暗暗说道,他记得进入轮回世界之前,地狱神殿并不是这个样子。 应该是轮回世界中的法则,改变了地狱神殿,让他朝更完美的方向进化。 大批民族逃离此地,他们承受不住地狱神殿的碾压。 被地狱神殿吞噬掉的那些民族,融入地狱神殿深处,继续壮大地狱神殿。 走,趁着罗刹族还没追上来,柳无邪毫不迟疑,朝远处顿去。 地狱神殿消失,回到吞天神顶。 即初一旅神时,进入地狱神殿深处,查看地狱神殿的变化。 地狱神殿之前只是一个大体轮廓,很多细节并未显露出来。 七收大批民族之后,柳无邪发现地狱神殿两侧多了几座分殿,包括屋顶上,莫名其妙冒出来很多张牙舞爪的怪兽。 每一头怪兽,张开大口,对着苍穹咆哮。 刺龙飞龙,刺麒麟飞麟,刺怪物飞怪物。 这些怪兽的身体,看起来像是玄武,乍一看又像是藤蛇。 它们形态各异,有些是趴在屋脊上,有些坐在屋檐上,有些跪在屋顶上。 神时进入地狱神殿内部,地狱神殿没有排斥,漆黑的大门徐徐打开,任由柳无邪进入其中。 跨入地狱神殿的那一刻,一股幽冥之力,喷涌而出。 啊啊啊,各种凄厉的惨叫声,从地狱神殿深处传上来。 柳无邪都记不清了,这些年恋化了多少人类,多少妖族。 这些人族,妖族死后,他们的魂魄,并未消失,而是被地狱神殿囚禁起来,镇压在地狱神殿深处。 继续朝地狱神殿深处走去,两侧的石壁上,雕刻着漆黑的图案。 柳无邪是月看月经,地狱文,魔鬼文,无疆文,寿命文,轮回文,双引号双引号,这些纹路像是蚯蚓一样,交织在一起,站一看,让人毛骨悚然。 地狱神殿最初只是一团黑气,一点点进化到如今这种程度。 钻过地狱神殿第一层,一条漆黑的石阶,仿佛连接地狱之名。 神石化为本体模样,顺着石阶一步步往下走。 越走越深,很快抵达地狱神殿第一层,柳无邪停住脚步,在他前面出现一座石门,石门上雕刻着四个大字。 拔舌地狱,犹如鬼字,四字竟然是活的。 柳无邪进来的那一刻,拔舌地狱四个字不断地扭曲。 推开石门,柳无邪浑身汗毛迅速立起来,石门后面,是一座巨大刑场,黑暗魔神手持匕首,将关进来的那些魂魄摁在形台上,割掉他们的舌头。 柳无邪似乎明白了地狱神殿的作用,地狱十八层,层层如炼狱,看着那些魂魄被割掉舌头,柳无邪脸上没有任何变化。 传言地狱有十八层,柳无邪也是从古籍中得知,并未亲眼见过。 地狱第一层,拔舌地狱,地狱第二层,剪刀地狱,地狱第三层,铁树地狱,地狱第四层,灭镜地狱,地狱第五层,争蒙地狱,地狱第十七层,石墨地狱,地狱第十八层,刀具地狱。 每一层地狱承受的刑罚都不一样,柳无邪目光所及之处,那些被摁在形台上的魂魄,基本都是被他杀死的那些修士。 根据他们身上的孽障,被送到对应的地狱。孽障越深,刑罚越重,柳无邪这些年从不滥杀无辜,所杀之人,都是该杀之人。 那些孽障不是很重的魂魄,则被地狱神殿送到另外一处,进入轮回通道。 关上拔舌地狱的石门,柳无邪顺着石阶继续往下走。地狱第二层,剪刀地狱,每一层地狱之间,其实都是有关联的。 比如拔舌地狱一点点将舌头拔出来,慢慢拉长,再送到剪刀地狱,剪断舌头后,再送到地狱第三层,铁树地狱,承受铁树之苦。 传言铁树上,掌满着道刺,将人捆绑在上面,每日用皮鞭抽打。 不知不觉,柳无邪已经走到了地狱第五层,蒸笼地狱。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大蒸笼,里面争着的都是那些穷凶极恶之辈,他们坏事做尽,死后承受刑罚之苦。 身体继续往下走,第六层同住地狱,打开石门的时候,一股炽热的火焰扑面而来。 一名强大的黑暗魔神,将一缕魂魄绑在铜柱上,只见绑在铜柱上的灵魂发出滋滋声。 身体继续往下走,第七层刀山地狱,柳无邪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刀山火海。 第八层冰山地狱,关押在这里的魂魄,他们动得瑟瑟发抖,身体卷缩在一起,剧烈的寒气,无时无刻都在侵蚀他们的魂魄。 第九层油锅地狱,一名黑暗魔神拿着巨大的铲子,将那些魂魄挑起来,放入油锅中反复油炸。 一阵阵青烟从油锅里面冒出来,第十层牛坑地狱,柳无邪看了一眼就走出来了。 第十一层石压地狱,巨大的石球,从魂魄身上碾压来碾压去。 第十二层冲救地狱,这层地狱比较有意思,主要惩罚那些浪费粮食的恶魂,死后要承受饥饿之苦。 第十三层雪池地狱,凡不孝敬父母,歪门邪道者,会被浸泡在雪池之中,洗刷身体上的罪孽。 第十四层亡死地狱,这层地狱主要针对那些亡死之魂,比如自杀,投河自尽之类的魂魄,死后也要承受一番折磨,才能进入轮回。 第十五层折形地狱,关押在这层的鬼魂更有意思,他们大多是绝人坟墓,断人子孙的恶魂。 第十六层火山地狱,柳无邪只是看了一眼,朝第十七层走去。 第十七层石墨地狱,从名字上想必也能看出来,这是什么刑罚了。 第十八层刀具地狱,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,剧烈的切割声,在地下十八层久久回荡。 柳无邪转过身子,顺着时间回到了地狱神殿。 神时回归本体的那一刻,常常吐出一口浊气。 长时间待在那种阴暗的环境,会让人的意识,逐渐变得阴暗。 地狱神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是柳无邪史料不及的。 从地狱神殿进化的方向上来看,远远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程度。 既然有地狱,就应该有轮回通道,有赖河桥,有苦鸣河。 这些目前还没演化出来,证明地狱神殿还在成长阶段。 摆脱民族的攻击,柳无邪加快了速度,此去的那些民族,没有记忆,柳无邪无法探寻更多冥王殿的信息。 像是无头苍蝇一样,到处乱飞,明珠草生活的地方,泥土比较潮湿,那边湿气较重。 柳无邪停了下来,感受一下空气中的变化,发现左边空气要潮湿很多。 身后罗刹族跟扣标紧追不舍,随着柳无邪速度不断加快,他们再次跟丢了。 气死我了,这个柳无邪为何不受民族的干扰? 站在扣标身边一名圣子,狠狠地挥舞着拳头。 他们的速度,远要比柳无邪还要快,正常赶路肯定能追上,偏偏大批的民族,不断地给他们制造麻烦。 罗统领,刚才我感受到一股地狱的力量。 罗刹族十名高手站在一起,其中一名罗刹族走向罗侯,小声说道。 刚才相隔很远,他们感知的不是很明显,隐约感觉到地狱的气息。 地狱神殿,天生是轮回世界十大种族的克星。 尤其是针对民族、鬼族、跟死族,地狱神殿有天然的压制。 罗侯点了点头,自己也感应到了,这里是冥王殿,他们的信息无法传递出去。 树林外面,岳千筹还有杜筹他们,焦急如焚。 这都进去快一天时间了,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? 我们要不要派人进去看看,杜筹看向岳千筹,他们罗刹族人数较多,是以他们派人进去查看一番。 岳千筹没有理会杜筹,而是跟圣女还有几名罗刹族高手暗中聊天。 岳统领,他们会不会进入冥王殿了,站在一旁的几名罗刹高层出言问道,听到冥王殿,岳千筹眉头紧皱,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进入冥王殿,意味着他们无法活着出来了,那加罗神笔,岂不是永远遗失在冥王殿? 金木灵木光看向岳千筹,等待他的回答。 圣女放心,罗侯一定能拿到加罗神笔,从冥王殿活着走出来。 岳千筹还是比较相信罗侯的,他之所以派罗侯进去,当年罗侯误入民族地界,安全从树林之中活着走出来。 柳无邪速度还在加快,周围空气,出现了大量的黑色水滴。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,速度逐渐放慢,地面越来越柔软,像是踩在棉花地里。 庄腿酥麻的感觉越来越严重,冥独已经钻入他的骨髓之中。 天道神书猛地跳动一下,只有遭遇危机的时候,天道神书才会示警。 还没等宿娘提醒,一只枯瘦的手掌,朝柳无邪林空而至。 毫无征兆,仿佛这只大手一直潜伏在这里,就等柳无邪过来。 面对抓向自己的大手,柳无邪早有准备。 加罗神笔林空斩下,第2445张古魔,进入冥王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基本熟悉了民族的战斗方式。 手中加罗神笔,林空斩下,抓向自己的枯瘦手掌,突然一个旋转,轻松避开加罗匕首的攻击。 这让柳无邪骇然大惊,他刚才那一招,就算是一般的仙尊敬都无法避开,这只枯瘦手掌,居然轻松的就避开了。 意识到不妙,身体一个倒卷,往后退了一步。 反应倒是挺快,枯瘦手掌竟然开口说话了,当然,手掌是不会说话的,声音从暗中传出来。 民族能开口说话,这已经不是高级民族那么简单了,有可能是明尊,甚至明皇。 明尊堪比人类仙尊敬,明皇堪比人类仙皇敬。 以柳无邪现在的修为,对付一般的低级仙尊敬,已经是极限。 遇到明皇,那只有等死的份了,晚辈无心闯入明王殿,还请前辈网开一面,放我离开,晚辈感激不尽。 柳无邪朝须空报了抱拳,希望民族能放他走。 没有人回答,孤兽的首长,再次朝柳无邪抓过来,这次速度更快。 对方连番出手,这也激怒了柳无邪,手中加罗匕首,再次朝首长斩去,枯兽首长似乎有意避开加罗神笔,应该意识到加罗神笔很危险。 双方你来我往,柳无邪仗着强大的战斗技巧,一次次避开枯兽首长的攻击。 这样下去,也不是长久之计,他双腿逐渐失去知觉。 其他先术,对民族起不到一点效果,对方只是一只手掌,当柳无邪祭出武行审长的时候,枯兽首长迅速引入虚空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对方很狡猾,知道柳无邪先术强大,你以为进化成古魔,我就奈何不拟了吗? 柳无邪打出了真火,不想跟枯兽首长继续纠缠。 民族分为好几个层次,普通的民族,属于低级民族,他们常年以物态的形式生存。 高级民族可以幻化出各种形态,却没有实体。 能进化成古魔,绝对是万中无一,在民族地位极高了。 如果柳无邪没有猜错,这只古魔负责看守明珠草,所以他一靠近,就遭到古魔攻击。 大空间术,只要将古魔逼出来,他就有办法对付他了。 就算是高级古魔,自己加上黑子,也能周旋一番。 领悟了大空间术,还没真正施展过,装手一招,周围空间不断重合,像是一座巨大的牢笼,将方圆千米,全部禁锢起来。 在这片区域,整座空间有柳无邪掌控。 困在空间牢笼中的那些民族,不论他们如何攻击,都无法撕开空间金币。 最不及地将那种变态的空间术,对付一般的古魔,还是绰绰有余。 既出黑暗之力,周围视线不断变化,一尊漆黑的民族出现了,身体还未完全进化成功,只有半截身子。 长相极其的诡异,左边的身子长出来了,右边的身子还是黑色物态。 低级古魔,柳无邪终于确定对方的身份,低级古魔的战斗力,也就堪比先尊一重到三重左右。 手持加罗神笔,直奔着投古魔而去,杀了他,再收割明珠草。 大空间术的压制,让古魔行动速度大大受制。 黑暗之力笼罩,古魔无所遁形,只能正面跟柳无邪交战。 民族之所以厉害,是他们拥有神出鬼没的手段,只要切断了他们藏匿之处,战斗力远不如人类。 突破先军一重,不论是气势,还是战斗力,早已今非昔比。 仅仅一个照面,就打得古魔毫无还手之力。 主人,我不建议你打死古魔,玲珑天跟罗刹族他们进来,同样会遭到民族攻击,他们也会前往此地寻找明珠草,主人可以利用古魔来牵制他们。 祖娘的声音在柳无邪耳边响起,建议柳无邪不要斩杀古魔。 古魔修为一般,杀与不杀,意义不大。 还不如让他继续守在这里,给罗刹族还有玲珑天的人制造麻烦。 他们未必懂得大空间术,加上这里又是民族地盘,小小的古魔,出其不意之下,会给他们制造极大的麻烦。 这个主意不错,柳无邪沉吟了一下,认为宿娘说的很有道理。 罗刹族跟玲珑天的人阴魂不散,一直穷追不舍。 如果能利用民族杀了他们,那最好不过了,节省了自己的麻烦。 以他现在的能力,碰到大批罗刹族跟玲珑天高手,很难脱身,现在有机会,当然杀一个少一个。 黑子,你来牵制古魔,祭出黑子,让他压制古魔的进攻,黑子出来后,烧火棍连番飞舞,打得古魔毫无还手之力。 趁此机会,柳无邪纵身一跃,朝远处黑色草坪掠去。 明珠草是一种很奇怪的植物,大概有一尺多高,上面竟然还挂满着碎子。 碎子不大,里面包裹着黑色的果肉,民族就是以此为时。 柳无邪发现生长明珠草的地方地质很松软,才在同一个地方,超过两夕时间,身体就会开始下沉。 祭出加罗神笔,开始大肆地收割,大批民族朝柳无邪涌过来,阻止他收割明珠草。 柳无邪早有准备,祭出光明之力,将那些民族抵挡在外。 只用了两夕时间,收割了大批明珠草,多出来的部分,以做备用。 黑子,我们走,收割了明珠草之后,召唤一声,黑子迅速赶过来会合。 回到太荒世界后,柳无邪朝远处顿去,留下古魔在原地咆哮。 刚才寄出光明之力,照亮了大半边天空,罗刹族还有扣彪他们正在飞速朝这边赶来。 趁着光明之力还没完全消散,提前锁定这片区域。 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,柳无邪早就逃之夭夭。 这调大空结束后,古魔恢复自由,看着光秃秃的地面,气得哇哇大叫。 那些长势茂密的明珠草,被柳无邪收割一空。 剩下的那些,品质一般,如果不仔细看去,剩下那些明珠草周围,插着十几枚镇棋。 明珠草左右摆动,将那些镇棋完美地隐藏起来,一般情况下,很难发现镇棋的存在。 我们终于找到明珠草了,玲珑天几名圣子兴奋得大吼大叫,他们的双腿,要比柳无邪还要严重得多。 其中一名圣子,几乎是扣标背着他过来的。 罗刹族也好不到哪里去,他们的双腿已经开始腐烂了。 警戒,派三人去收割明珠草,罗侯不愧是罗刹族统领,立即警戒起来,以防明珠偷袭。 扣标留在原地,派遣另外一名长老跟一名圣子去收割明珠草,自己留下来照顾那些圣子。 一只枯瘦的手掌,突然探出来,抓住那名伤势最严重的玲珑天圣子。 啊,这名圣子被打得措手不及,扣标想要赢就已经来不及了,大家的目光,都落在明珠草身上,忽略了周围。 咔擦,这名圣子脖子一歪,直接被骨膜捏死了。 哄,扣标的攻击也到了,一掌碾压下来,骨膜直接被震碎,化为无数碎骨在地面上滚动。 钟师兄,坐在一旁的两名圣子,连忙招呼,发现钟师兄已经弃绝。 罗侯眼谋微变,命令其他罗刹族,做好战斗准备。 看着死去的圣子,扣标的心都在滴血。 嗡,痴情远远没有结束,三名罗刹族跟玲珑天长老刚进入明珠草附近,天地传来嗡嗡声。 阵法,玲珑天长老大吃一惊,他们竟然深陷阵法之中。 赤柳无邪不至的,跟他一起进来的那名圣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。 民族不可能布置阵法,那就是柳无邪故意留下的,等着他们入瓮。 柳无邪,我与你不共戴天,被困的这名长老,身体竟然开始下沉。 明珠草所在区域泥土及其湿,软,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,身体会慢慢陷入下去,类似于沼泽。 并不是什么很强大的阵法,只是困住他们,不让他们离开这片区域。 你们留在这里,我去救人,扣标对着剩下三名圣子说道,让他们照顾好尸体。 剩下三名圣子如临大敌,形成三角之势,以防民族偷袭。 罗侯也命令五名罗刹族,前去营救他们。 阵法不断收缩,三名罗刹族还有两名玲珑天高手,活动面积越来越有限。 不知不觉,他们的双脚,已经陷入沼泽,围过了小腿位置。 扣长老,快救我啊,进来收割明珠草的那名圣子慌了,开始拼命地挣扎。 越挣扎,下沉的速度越快,不论他们如何冲击,都无法撕开阵法。 扣标手持长剑,凌空踢砍下来,空,一阵淡淡的波纹朝四周延伸,柳无邪突破先军进,布置的阵法越来越精妙。 更可怕柳无邪融入了一丝先帝意志在其中,就算是一般低级先皇前来,一时半刻也无法掀开。 连续攻击数十次,阵法不仅没有破开,强横的反阵力量,将阵法中的罗刹族阵的口喷鲜血。 罗侯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,亲自出手,各种手段都施展出来了,阵法就是纹丝不动,困在阵法中的三名罗刹族跟两名人类,面露绝望之色,他们已经下沉到腰部位置了。 怎么会这样,我还不想死啊,困在阵法中的玲珑天圣子,竟然放声大哭。 进入冥王殿以来,他们一直紧绷神经,直到这一刻,彻底释放出来,你们不会死,我会救你们出来。 扣镖眼眸越来越冷,甚至开始燃烧精血,也要救他们出来。 已经损失一人,不能再有损失了,第2446张鼓魔追杀,扣镖还不死心,继续攻击阵法。 强横的冲击,让本救师,软的地面,变得更加泥泞不堪,他们的身体,下坠的速度更快了。 无奈之下,扣镖跟几名修罗族,只好停止破解阵法。 柳无邪布置的这套阵法,明显是针对这里的地形以及环境布置的。 阵法没有攻击力,却能杀人于无形。 下沉还在继续,那名圣子已经淹没到脖子处。 我不想死啊,我真的不想死,求求你们救救我。 扣镖还有罗侯他们站在阵法外面,脸色阴沉得可怕,却没有任何办法。 其他罗刹族双拳紧捏,没想到他们堂堂罗刹族,居然三番五次栽在小小的人族手里。 可能是挣扎的关系,越挣扎,他们下沉的速度越快。 渐渐地,困在阵法中的三名罗刹族,两名人族,泥泞逐渐没过他们的头顶。 看着他们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,一股无边的杀意,从扣镖身上喷涌而出。 此生不杀柳无邪,我是不为人,扣镖面目争名,刚才死去的那名圣子,跟他还有一丝血缘上的关系。 金眼目睹亲人死去,那种心情,可想而知。 罗侯没说话,罗刹族陷入沉默,但是每名罗刹族身上的煞气,像是洪水一般涌出。 他们这次追杀柳无邪,可以说是出师为洁身先死。 连柳无邪的影子还没抓到,已经折损了好几人。 刚才死去的三名罗刹族,可是三名巅峰先尊敬啊。 就这样被柳无邪给坑死了,玲珑天所有人陷入沉默,回想先罗欲这几年发生的事情。 千山教,羽家,陈家,他们派遣了大批高手为独柳无邪,结果无一例外全军覆没。 这次轮到他们玲珑天了,收割明珠草,罗侯第一个反应过来,趁着其他民族还没赶到,赶紧收割明珠草,解开身体中的明毒。 明毒已经困扰他们很久了,导致他们的行动速度大不如前。 两名圣子上前,不敢进入明珠草核心区域,只能在外围收割一些明珠草,以防里面还有阵法。 将收割的明珠草捣碎,快速敷在伤口上。 得到明珠草的滋养,身体里面的明毒,正在快速地退去。 柳无邪收割明珠草之后,早已逃之夭夭,确定他们没有追上来,这才放慢了速度。 将明珠草捣碎,涂满了双腿。 冰冰凉凉的气息,钻入他的筋脉,明毒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退去。 前后也就十几夕时间,双腿酥麻的感觉全部消失。 果然有效,柳无邪随脚浮现一抹效益,天地一体经运转,前胸后背被明珠咬掉的血肉,一点点长出来。 做好之后,继续上路,明王殿太大了,无边无际,想要找到四色海,可不是那么容易。 如果能活捉一尊完整的古魔,就能逼着他带自己去找四色海了。 完整的古魔,战斗力堪比高级先尊敬,想要活捉,并不容易。 眼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,前方视野越来越模糊,就算柳无邪既出鬼谋,看到的视线也极其有限。 大黑暗树寄出,周围的视线,顿时开阔。 民宫,柳无邪骇然大惊,他竟然误闯民宫地盘,这里才是民族居住的地方。 大批的民族,他们穿梭于民宫之中,柳无邪甚至看到完整的民族,从民宫中走出来。 寄出黑暗树的那一刻,穿梭民宫的那些民族,很快感应到了,化为一团雾气,迅速掠向柳无邪。 被发现了,柳无邪也没想到,民族的感知力如此之强,相隔几千米,都能感知到他的存在。 三名民尊风池电掣,不到半夕时间,就出现在柳无邪不远处。 人族,出现的三名古魔,看着柳无邪消失的方向,发出疑惑的声音。 多少年没有人族进入轮回世界了,更别提进入冥王殿。 扎了他,三名古魔顺着柳无邪消失的方向,追了上去。 柳无邪全力施展身法,绝不能落入古魔手里。 这里是冥界,古魔在这里穿梭,不受任何法则受制。 他们时而化为雾气,时而化为古魔,不断地改变形态。 柳无邪慌不择路,只能胡乱穿梭,已经不知道自己逃往何处了。 三名古魔发出尖锐的笑声,他们闻到了柳无邪身体中精血的味道。 民族跟鬼族还有罗刹族一样,他们最喜欢人类身体中的精血。 前方视野在一次变得模糊起来,柳无邪只好祭出大黑暗树,只有这样,才能看清冥界的真实情况。 斯,柳无邪倒吸一口凉气,在他正前方,又出现了一座冥宫。 到底冥王殿中有多少座冥宫,连他都搞不清楚了。 这个人类竟然掌握了大黑暗树,他到底是谁? 大黑暗树乃民族所创,竟被小小人类掌控,难怪这些民族疯狂地追杀柳无邪。 无奈之下,只好朝另外一个方向逃去,三名古魔趁此机会,拉近了跟柳无邪的距离。 一只枯瘦的手掌,横穿空间,拦在了柳无邪面前。 面对抓向自己的枯瘦手掌,柳无邪知道自己避不开了。 手中加罗神笔狠狠地挥砍下去,声势无匹,加罗神笔释放出森寒的光泽,轻松将空间撕开一道裂缝。 加罗神笔,出手的古魔,竟然认出柳无邪手中匕首的来历。 完整的古魔,他们已经进化出来自己的记忆,认出加罗神笔,倒也不奇怪。 那些低级民族,并无记忆,民族的繁衍方式,跟人类截然不同,他们没有雄性,也没有雌性,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能量,孕育而成。 酷兽手掌不敢掠其锋芒,迅速避开,这也给柳无邪腾出一线空间,继续朝前掠去。 三名古魔穷追不舍,绝不能让柳无邪活着离开冥王殿。 越走越偏,三名古魔像是狗皮膏药一样,死死地粘在他身后。 加上那酷兽的手掌,不断地给柳无邪制造麻烦,导致他们之间的差距,越来越小。 空,又是一只枯兽的手掌出现了,跟之前的手掌左右夹击,看柳无邪如何防范。 无奈之下,柳无邪只好祭出仙术,一掌鞋披下去,将两只枯兽手掌全部先飞。 剧烈的波动,如同地震了一般,震得整个冥王殿都在晃动。 趁此机会,三名古魔迅速将柳无邪围起来,阻止他继续逃走。 柳无邪看了一眼四周,一番奔跑,已经远离两座民工了,暂时不用担心其他民族前来援助。 人族,你是如何进入轮回世界的? 三名古魔缓缓出现,他们长相几乎一样,浑身都是骷髅。 不像是人类,通过五官,可以分辨长相。 中间那名古魔个子稍微高一些,意味着修为更加深厚。 左右两侧的古魔体型消瘦,修为略低。 自从轮回世界大崩面之后,多少年没有人类进来了? 当年轮回世界繁华程度,并不在仙界之下,告诉我,四色海在什么地方? 柳无邪没有回答他们,而是悄悄寄出大空间数,封锁周围。 如果活捉一名古魔,逼着他说出四色海的下落,那次即将大大缩短时间。 进入冥王殿,就别想活着离开了,刚才开口的古魔音策策地说道,冥王通四海,地府不归人,其中四海指的就是四色海。 既然如此,那我就亲自撬开你们的嘴巴,逼着你们说出来了。 柳无邪眼眸一冷,黑子迅速出现,两人一起出手,加上大空间数的配合,活捉一人问题不大。 想要将三名古魔全部杀死,有些难度。 三名古魔堪比人类先尊七八重,一柳无邪现在的实力,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 想要取胜,只能靠巧劲,三名古魔发出叠叠叠的笑声,小小人类,竟敢口出狂言。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,不仅领悟了大轮回仙术,还掌握了我们民族的大黑暗术,只要你乖乖地留在民族,替我们讲解大黑暗术修炼之法,我可以饶你。 那名高个子骨魔,似乎猜到了柳无邪是如何进入轮回世界的。 他从柳无邪身上,感受到轮回法则在波动。 只有参悟轮回术,召唤出来轮回之门,才能进入轮回世界。 被他们拆穿,柳无邪并无意外,大战一触即发,黑子,你全力攻击那名高个子骨魔,我会利用光明之力压制他们的修为,等我活捉一人后,迅速逃离此地。 柳无邪暗中给黑子传阴,此地是冥界,不宜长期交战,以免惹来更多的骨魔前来。 所以他要速战速决,黑子点了点头,早就按捺不住了。 欧巴的战斗力极其彪悍,但是体型太庞大,一旦交手,必定惊天动地。 柳无邪担心会引出明皇级别强者,所以要将战斗压缩到很小的范围内。 还没等柳无邪做出反应,三名骨魔先出手了。 酷兽的手掌,同时抓向柳无邪跟黑子,因为黑子没有气息波动,三名骨魔感受不到黑子的战斗力不只是骨魔感知不到,连很多人族,他们都感知不到黑子到底是什么修为。 手中烧火棍横扫出去,犹如利扫千军,冲过来的高个子骨魔,直接被黑子一棍子掀飞出去。 就在这一刻,柳无邪出手了,第2447章四色神珠,柳无邪目的很简单,要雷霆一击,不给他们任何还手的机会。 冥界危险重重,一旦引来大面积民族围攻,自己将很难脱身。 吞天神鼎,地狱神殿,大光明术,武行神掌,柳无邪速度齐快,利用光明术压制骨魔的进攻。 光明之力笼罩下来,三名骨魔身体上发出滋滋声,冒出一阵青烟,竟然出现了溶解现象。 紧随其后,柳无邪寄出了地狱神殿,将其中一名瘦小的骨魔镇压在原地,无法动弹。 就为最高的那名骨魔正要出手,再次被黑子压制了回去。 武行神掌直接拍下,被地狱神殿压制的这名骨魔,被打得晕头转向,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就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。 吞天神鼎轻松将其吞噬进去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柳无邪寄出的这几门仙术,对民族有天然的压制。 换做其他人类,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 地狱神殿对人类的压制,远没有这个效果。 还有光明之力,对人类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 天地万物,相生相克,柳无邪寄出的这几门仙术,恰好克制了民族,才轻松活捉一头骨魔。 走,收走黑子,化为一道流星,还没等剩下两名骨魔反应过来,早已消失在原地。 通知明皇,有人组闯入冥王殿,那名修为较高的骨魔,发出尖锐的笑声。 声音像是一道细线,顺着周围的雾气,可以传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 顿时间,所有民工都收到消息,有人组闯入冥王殿。 冥界之中,一共有十大民工,他们来名神老祖麾下十尊湛江,各自创立了民工,镇守民王殿。 柳无邪刚才遇到的,只是其中两座民工而已。 罗侯他们伤势恢复好了之后,继续朝礼深入。 突然之间,冥王殿像是地震了一般,大批的骨魔,从民工中冲出来。 发生了什么事情,为何大批骨魔朝我们过来了? 站在罗侯身边一名罗刹族脸色骤变,他们罗刹族虽然跟民族都是轮回世界的生物,但是彼此之间,并无联系。 两大种族,向来井水不犯河水,罗刹族闯入民族地盘,无异于挑衅。 一定是柳无邪,惊动了民工,我们尽快活捉几头骨魔,搜刮他们的记忆,寻找四色海的位置。 罗侯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,仅凭他们这点人,根本不是大批骨魔的对手。 数十头骨魔,出现在罗侯他们视线之中,所有人如灵大敌,做好战斗准备。 灵龙天死了三人,剩下四人无法组建七杀剑阵了。 但他们乃灵龙天绝顶圣子,都拥有越级挑战的能力。 骨魔越来越近,这次罗刹族没有选择后退,而是第一时间赢上去。 杀,寇彪还有三名圣子心里都憋着一口气,他们必须要宣泄出来。 大战瞬间打响,罗刹族的战斗力,远要比寇彪他们强悍。 寇彪不过仙尊七重,而罗侯他们,个个都堪比巅峰仙尊敬。 咔嚓,一尊骨魔的脑袋,直接被罗侯拧了下来。 杀戮越来越快,冲过来的十几头骨魔,转眼间的功夫,只剩下两尊了。 我们走,活捉两尊骨魔后,罗侯带着众人,朝远处盾去。 迷雾越弱,证明民族越少,确定身后没有追兵,罗侯放慢脚步,被抓的两尊骨魔,一尊被寇彪控制,一尊被罗刹族控制。 寇彪没有任何犹豫,强横的神识,进入骨魔的体内。 骨魔没有大脑,他们的记忆,保存的极其有限,只能通过地域纹,储存在身体各处。 经过寇彪一番查探,骨魔储存在身体上的记忆,被他搜刮得干钱净净。 寇长老,找到四色海下落了吗? 三名圣子快步上前,朝寇彪问道,他们一颗不想留在冥界了,只想快点离开。 至于追杀柳无邪,反倒是放到了后面,寇彪摇了摇头,他从骨魔的记忆中,并未找到关于四色海任何信息。 三名圣子目光看向罗侯,他也完成了搜刮。 罗统领,有信息吗? 其中一名圣子走向罗侯,出言问道,四色海只是传说,这些骨魔只知道四色海,却不知道四色海藏于何处。 罗侯摇了摇头,三名圣子流露出失望之色。 罗统领,已经有大批骨魔朝我们这边过来了,我们接下来怎么做? 扣标现在也没有了主意,大部分时间都要听从罗刹族的安排。 罗刹族还剩下七名高手,他们这边只剩下四人,罗刹族如果想要杀他们,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 如今还要借助罗刹族逃离此地,扣标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 肯定有骨魔知道四色海的信息,我们继续猎杀。 罗侯眼眸中渗透出心红之气,刚才杀死的那些骨魔,修为太低,不知道四色海道也正常。 柳无邪抓到一名骨魔后,逃到极远处,这次他学乖了,专门挑选那些迷雾较少的地方行走。 时时进入吞天神顶,无数魔炼从吞天神顶深处涌出,将这名骨魔牢牢牢地囚禁在原地。 告诉我,四色海在什么地方,柳无邪语气冰冷,刺骨的寒气,将骨魔包裹起来。 人类,你别妄想活着离开冥界了,这个世界上,根本就没有四色海。 这名骨魔说完,发出咯咯咯的笑声,让人毛骨悚然。 柳无邪眼眸一冷,既然问不出,那只好搜刮他的记忆了。 强横的神识,游走在骨魔身体上,从那些地狱文中,很快将骨魔所有记忆读取了一遍。 收回神识,柳无邪皱了皱眉头,骨魔记忆中,的确没有关于四色海的信息,难道传言是假的? 找不到四色海,将永远被困其中,直至死去。 这里没有仙界法则,一直留在这里,最终会被民族同化。 柳无邪还不死心,继续整理骨魔的记忆,将所有的记忆串联起来,希望能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 突然,被其中一条记忆吸引,记忆是这些记录的,在民宫之中,储存了四颗神珠,乃民族精神象征。 虽然跟四色海没有什么关联,但是柳无邪隐约能感觉到,这四颗神珠,跟四色海肯定存在某种联系。 凝结漆黑一片,不存在第二种颜色,这名古魔的记忆中居然还有另外四种颜色,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 主人,会不会凑齐四色神珠,就能开启四色海? 祖娘沉吟了一下,这时候开口道,不管是真是假,这起码是一条线索,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,也许就能找到四色海,逃出冥王殿。 跟我推断一样,就算四色神珠不能开启四色海,它们之间,肯定存在某种联系。 柳无邪点了点头,决定寻找四色神珠。 四色神珠乃民族精神象征,必定藏于极其危险之地,主人想要拿到,并不容易。 祖娘叹息一声,就算在危险,我也要试试。 柳无邪眼眸流露出坚定之色,拿不到四色神珠,就无法离开民族,迟早还是死路一条。 左信如此,还不如豁出去了,现在首要任务,是查到四色神珠藏于何处。 宁界无边无际,漫无目的的寻找,肯定不是长久之计。 看来我们还要折返回去,多杀古魔,搜刮他们的记忆。 柳无邪决定原路返回,继续斩杀古魔,这一次小心很多, 只要不遭遇大面积古魔围攻,安全倒也不是很担心。 迄今为止,柳无邪还没感受到明皇的气息。 远处出现五名古魔,他们顺着柳无邪残留下来的气息,一路寻找过来。 就是他们了,柳无邪目光一鸣,锁定五名古魔。 跟之前一样,先利用大空间术,隔离跟外界的联系,以免打斗惊动了其他古魔。 再利用光明之力压制他们的修为,当光明之力出现的那一刻,五名古魔的修为不断下降。 刚才还堪比仙尊六七重,眨眼间的功夫,就沦落到低级仙尊程度。 这就是天道压制,黑子,抓活的。 柳无邪这次要活捉五名古魔,魔练即出,发出哗啦啦的响声,还没等五名古魔反应过来,就被魔练锁住。 趁此机会,黑子出手,一棍子敲下去,五名古魔被敲得晕头转向。 几年相处,柳无邪跟黑子配合是越来越默契。 黑子敲闷棍的手法,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 收,趁着五名古魔还没反应过来,吞天神鼎迅速将它们收进去。 这次本体进入吞天神鼎,亲自审问五名古魔。 被魔练锁住,加上魔咽断烧,五名古魔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 告诉我,四色神猪藏于何处?柳无邪语气阴冷至极,让它们说出四色神猪的下落。 人类,你竟敢囚禁我们? 五名古魔没有血肉,说话的时候,通过骨骼摩擦,发出奇怪的声音,最终演变成语言。 还是搜魂吧,柳无邪懒得跟它们废话了,时间紧急,分出五道神石, 强行进入它们的骨骼之中。 大量的记忆,像是潮水一般,冲入它的魂海。 不放过任何一条细小的线索,将五名古魔的记忆相互串联,这样记忆会更加的完整。 第2448章计划,整整搜刮了一柱箱左右时间,五名古魔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 魔咽迅速将它们包裹,化为一团液体,冲入太荒世界。 尖遵级别的法则,对柳无邪帮助微乎其微了,只能壮大太荒世界。 闭上眼睛,一点点梳理五名古魔的记忆。 哭,吐出一口浊气,五名古魔的记忆被它完全吃透。 依旧没有四色海的消息,但是从它们的记忆中,都查到了关于四色神珠的线索。 除此之外,柳无邪还从它们的记忆中得知,冥界有十座冥工。 不过如今能保存完好的冥工,只剩下四座了,其他六座冥工,已经荒废掉了。 轮回世界崩裂之后,大批民族强者离开,包括冥神老祖挥下的十名战将。 难怪没有明皇出现,柳无邪暗自窃喜,留在冥界的,当年都无法离开,只能在这里继续繁衍。 自作冥工,各自镇守一枚神珠,想要盗取四色神珠,首先要混入冥工之中才行。 从五名古魔的记忆中得知,民族有明皇坐镇,不过明皇并不在民族,应该出去办事了。 至于去了哪里,记忆中并没有,这对柳无邪来说,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。 没有明皇牵制,一般的古魔,想要杀他不是那么容易。 只要不遭遇大面积围攻,安全没有问题,先从最近一座民宫着手,本体从吞天神顶中走出来,朝最近一座民宫掠去。 读取了五名古魔记忆,关于冥界的布局,基本了如指掌,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。 为了避免被民族发现,柳无邪收敛了全部气息,像是一枚枯叶,悄悄逼近。 走了约莫小半个时辰,前方雾气变得无比浓郁,民宫就在雾气之中。 大批古魔,从民宫中进进出出。 此刻罗侯他们并不好受,连番遭遇大批古魔围攻,又有一名罗刹族陨落。 玲珑天寺人因为是人族,他们懂得各种先术,一次次避开古魔的攻击。 魔骨损失惨重,连续大战几场,罗侯从这些古魔的记忆中,同样读取到关于四色神珠的线索。 扣彪也没闲着,将杀死的古魔记忆读取了一遍。 罗统领,我怀疑四色神珠就是四色海,只要我们凑齐了四色神珠,就能离开冥界了。 扣彪将自己搜刮到的记忆说出来,跟罗侯商议逃走之策。 你们去吧,我们要继续寻找加罗神笔。 罗侯摇了摇头,找不到加罗神笔,他们是不会离开的。 加罗神笔是罗刹族精神象征,就这样逃出去了,如何跟圣女交代。 柳无邪狡猾无比,我怀疑他也知道了四色神珠,如果被他先拿到,别说夺回加罗匕首,能不能逃出冥界都是未知数。 扣彪当然不希望跟罗刹族分开,这些古魔战斗力太强大了,几场战斗,仗着罗刹族,他们四个才侥幸活命。 失去了罗刹族,仅凭他们四个,连靠近民工的资格都没有。 罗侯沉思了,如果扣彪所言属实,柳无邪抢先拿到四色神珠,对他们而言,确实不是什么好事。 扣长老说的没错,拿到了四色神珠,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。 一名圣子站出来,认为扣长老说的很有道理。 罗侯跟剩下四名罗刹族小声商量,决定下一步计划。 扣彪他们战斗力虽不如罗刹族,但是他们的战斗技巧,远要比罗刹族精妙。 刚才几场大战,仗着扣彪他们的牵制,罗刹族才大杀四方。 好,我们先去民工,夺取四色神珠。 罗侯他们商议后,同意扣彪的意见,统一之后,五名罗刹族,四名人族,朝最近的民工赶去。 他们前去的民工,跟柳无邪前去的民工截然相反。 一番大战,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,柳无邪趴在民工千米之外,看着进进出出的民族,没有任何头绪。 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,必须要混进去才行。 柳无邪脸上流露出焦急之色,已经等了一个时辰了,民族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。 主人,我有一计,不过有些危险。 祖娘出现在天道神书上,小声说道,说,柳无邪示意她快说,我们可以让敖霸出来,吸引大批古魔离开,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混进去了。 祖娘的计谋很简单,声东击西,暗度陈仓,利用敖霸那强悍的气势,将附近的古魔全部引开。 黑子身上没有气息波动,除非大战,才能引起古魔的注意。 欧巴不同,体内容气浑厚,相隔千里,都能感受得到,所以欧巴是最好的人选。 容我想想,柳无邪皱了皱眉头,他也想过这个办法,就是太危险了。 欧巴虽强,这些古魔也不弱,一旦陷入包围圈,欧巴有可能死于古魔之手。 他可是答应了青龙,要安全将四龙送回龙界。 大脑在快速地运转,推演其中的利与弊。 祖娘没有催促,毕竟这个计划,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。 我去跟欧巴商量一下,柳无邪推测了各种可能,觉得这个计划有七成的胜算。 迟时进入龙界,欧巴正带着欧亲,紫燕,小隐三个修炼。 欧巴,你过来一下,柳无邪召唤一声,欧巴从龙界飞出来。 欧亲,紫燕,还有小隐修为远不及他,暂时不宜出战。 大哥哥找我有事,欧巴声音浑厚,称呼柳无邪大哥哥,听起来有些别扭。 柳无邪没有隐瞒,将接下来的计划一五一时到初,需要他引开大批骨膜。 交给我吧,保证完成任务,欧巴点了点头,他一直待在龙界,早就腻歪了。 最近一段时间,又成长不少,正需要一场大战。 好,我会让黑子配合你,听到欧巴答应,柳无邪点了点头,摸了摸欧巴的脑袋。 能不能拿到四色神珠,全靠他们了,牵制的摸骨越多,自己拿到四色神珠的概率越大。 以防万一,柳无邪让黑子藏于暗处。 如果欧巴不敌,他可以从一旁协助。 黑子战斗力柳无邪很清楚,已经堪比巅峰仙尊敬了,有他在,自己放心。 欧巴虽然看起来成年了,心性还不成熟,柳无邪担心他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来。 安排好了之后,往后退了几百米,准备好了吗?柳无邪朝欧巴跟黑子问道,欧巴跟黑子同时点了点头。 嗡,打开太荒世界,欧巴直接飞出来,庞大的身躯,释放出惊天龙气。 出现的那一刻,冥宫中的骨魔,上下震惊。 大批骨魔钻出来,直奔欧巴而去。 黑子则是悄悄溜出去,潜伏暗处,龙族,好浓郁的精血,我要吃了它。 越来越多的骨魔出现,它们好久没有吃到如此新鲜的血肉了。 柳无邪精血虽然旺盛,但是跟欧巴相比,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 看着成群的骨魔从宁宫中钻出来,柳无邪眉头紧锁。 欧巴成功引开了数百尊骨魔,宁宫顿时变得冷清起来。 对他而言,机会来了,对欧巴而言,危险来了。 呼呼呼,欧巴喷射出大量的火焰,将冲过来的魔骨包裹起来。 那些弱小的骨魔,发出诡异的叫声,身体不断地溶解,化为一团团黑烟。 趁着混乱,黑子也没闲着,不断地敲闷棍。 走,柳无邪看了一眼,欧巴战斗力要比圣山的时候,又强大了不少。 监制半个时辰问题不大,那些强大的骨魔,竟然从火焰中走出来,无视三位真火。 一只只枯瘦的手掌,拍在欧巴的身体上,痛得欧巴发出一声长笑。 一个神龙百尾,将大批的骨魔先飞出去。 身体迅速拔高,那些胸围较低的骨魔,很难伤害到他了。 柳无邪化为一道鬼魅,趁着大批骨魔离开的瞬间,一头钻入民宫之中。 踏入民宫的那一刻,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。 民宫很大,建造得也极其古怪,里面没有房屋,空中漂浮着一个个类似简咏一样的东西。 每个简咏里面,孕育着民族,破茧而出,就是他们诞生之时。 为时间查看这些简咏,柳无邪加快了速度,朝民宫深处略去。 次色神珠,就藏于民宫最深处,有几尊强大的骨魔看守。 外面大战越来越激烈,已经波及到几千里之外,罗侯率领众人,出现在民宫之外,同样有大批骨魔进进出出,他们想要混入民宫,并不容易。 我们如何混进去,看着成群结队的骨魔,三名圣子面露愁容。 罗刹族战斗力强悍,但是他们的智慧,远不如人族,罗侯跟几名罗刹族正在商议。 罗统领,我有一个办法,可以混入民宫之中。 寇标走向罗侯,已经想到混入民宫的办法。 说,罗侯是以他快说,周取四色神珠,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人,不如留一部分人在外面,故意造成动静,将骨魔引出民宫,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混进去了。 寇标乃玲珑天长老,老成精的人物,智慧不在柳无邪之下。 很快想到了这个办法,罗侯眼眸一亮,寇标的计眸,虽然有些危险,但是可行性极大。 他们这样直接冲入民宫,肯定遭遇大批骨魔围攻,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死。 第2449张蓝色骨头,另外一边,柳无邪犹如一道闪电,一个蹦射就是数百米。 民宫最深处,明雾缭绕,视线大大受阻,看到的区域越来越窄。 这里是民宫深处,不敢轻易施展大黑暗术,以免惊动了这里的骨魔老祖。 最好的办法,悄悄地收取四色神珠,时间一点点流逝,民宫百里外的战斗,越加激烈,远处,还有更多的骨魔冲向这边,加入战团之中。 欧霸早已伤痕累累,鲜血覆盖身躯,黑子穿梭其中,手中烧火棍连点树下,好几名骨魔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敲碎了。 可能是听到敖霸的悲鸣,敖青、紫燕跟小尹有些焦躁,在龙界发出悲鸣声。 柳无邪继续在民宫中游荡,已经快过去半个时辰了,依旧没有四色神珠的线索。 这个时候,一头骨魔从深处快速掠向柳无邪。 不好,有骨魔过来了,民宫空空荡荡,根本没有遮掩的地方,这里的迷雾,能遮挡住人类的视线,却无法遮挡骨魔的视线。 人类,飘向这边的骨魔,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,发出一声惊呼。 剧烈的波动,引起民宫中其他骨魔的注意。 出手,柳无邪没有任何迟疑,各种仙术,一股脑的砸下去。 黑子不在,接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 八宝浮屠,给我撞,这里是民宫,不敢轻易调动地狱神殿,只能靠自己战斗。 地狱神殿祭出,整个民宫都会晃动,必定会惊动看守四色神珠的老古董。 八宝浮屠化为一道流星,还没等这骨魔反应过来,直接被撞得稀碎。 柳无邪也没闲着,将这些碎骨收进来,上面还残存大量的记忆。 通过这些记忆,再次搜到关于四色神珠的消息。 四色神珠竟然镶嵌在骨魔的体内。 这个消息,对柳无邪来说,无疑是晴天霹雳。 他以为四色神珠,乃一种罕见的天地宝贝。 从刚才杀死的那名骨魔记忆中得知,四色神珠长在骨魔的身体上。 想要拿到四色神珠,首先要找到这尊骨魔才行。 顺着这名骨魔留下的记忆,柳无邪朝左前方掠去。 欧巴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,大批骨魔涌出,给欧巴造成了一定的伤害。 穿缩了大概三星左右时间,一道淡蓝色的光泽,出现在柳无邪视线之中。 四色神珠,柳无邪大为惊喜,终于找到四色神珠的下落了。 但是下一刻,脸上的表情,迅速游戏转忧,在他视线之中,出现数十尊强大的骨魔。 这些骨魔盘膝坐在那里,似乎在守护着什么东西? 柳无邪没有贸然靠近,而是停留在百米之外。 可能是湛蓝色光泽的关系,周围的视线,要比其他地方清晰很多。 一共十二尊骨魔,它们形成一个圈子,而湛蓝色的光泽,就是从圈子中央渗透出来。 视线透过十二骨魔,进入圈子之中,只见圈子中间区域,还坐着一名骨魔。 不过这名骨魔看起来不是很强大,甚至有些虚弱,这名骨魔的胸口上,长着一根湛蓝色的骨头。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四色神猪? 看着那眉蓝色的骨头,柳无邪陷入了沉思。 路上所遇到的所有骨魔,它们的骨骼都是黑白两色,为何这尊骨魔,多了一根蓝色的骨头? 主人,四色海并没有说明,一定是海洋,也许是四样东西,四眉骨头等等。 宿娘这时候开口说话了,柳无邪点了点头,认为宿娘说的有道理。 12名强大骨魔守护着蓝色骨头,这枚骨头肯定非比寻常。 对方12名强大骨魔,想要拿到蓝色骨头,不是那么容易啊。 柳无邪柔了柔眉心,以她现在的修为,对付一尊骨魔已经是极限。 大脑在飞速地运转,想到了各种办法,发现成功拿到蓝色骨头的概率不及一成。 小尹,无奈之下,时时进入太荒世界,将紫燕,敖金还有小尹叫出来。 三龙迅速飞到柳无邪面前,等候柳无邪的指示。 在时间之城修炼这段时间,他们都长大了,对柳无邪可谓是以言听计从。 这些日子柳无邪也没亏待他们,在湖底收取的龙巾,让他们全部吃完了,自己一块没有使用。 大哥哥,需要我们做什么?他们学习熬霸,也称呼柳无邪为大哥哥。 只有小尹,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,对柳无邪很不感冒。 说话的是紫燕,浑身暴射强烈的紫燕真火。 天地中除了三位真火之外,像紫燕真火,灵魂之火,都是极其罕见的火焰,可以燃烧空间。 一会我需要你们两个陪我一起战斗,小尹进入深处,抢夺那眉蓝色骨头。 柳无邪让他们进入吞天神鼎,可以通过吞天神鼎,看到外面的一切。 好,紫燕的性格,跟敖霸及其相似,都是好战分子。 最稳重的是敖青,但是骨子里面,却透着极强的凶悍之气。 至于小尹,柳无邪已经无法形容她了,可能这就是尹龙族吧,想要让我出手可以,你要怎么奖励我们? 小尹开口说话了,让他们帮忙可以,前提要有代价,他们不能平白无故出手。 小尹,敖金呵斥了一句,大哥哥虽然不是他们父母,却胜过父母,没有大哥哥,他们几个早就死了,从敖霸口中得知,是大哥哥将他们从水底下救出来。 落入其他人族手里,后果可想而知,小尹气鼓鼓地哼了一声,撇过脑袋一脸不服气的样子。 柳无邪摇头发出一声苦笑,这些日子没有大哥哥,我们怎么可能成长这么快,出点力气算什么,要是大哥哥无法活着出去,我们也会死在这里。 紫燕这时候开口说话了,他们年纪要比小尹大,说话的时候,像是哥哥训斥妹妹。 小尹虽然生气,却不敢出言反驳,大哥哥,你不用理会小尹,赶紧吩咐任务吧。 敖青急迫地说道,敖霸还在外面战斗,相隔很远,依旧能听到敖霸的嘶吼声。 紫燕,敖青,你们两个随我战斗,小尹负责抢夺蓝色骨头,战斗要速战速决,千万不能陷入战争泥潭。 柳无邪点了点头,一脸的郑重之色。 小尹擅长隐秘,由他来盗取蓝色骨头,最适合不过。 任务吩咐好了之后,柳无邪悄悄逼近,人类的精血太强大了,靠近骨膜50米左右,12名骨膜迅速站起来,他们闻到了柳无邪身体上的味道。 站,柳无邪没有任何犹豫,两条神龙横冲出世。 至于小尹,连柳无邪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紫燕出现的那一刻,推射出骇然的紫燕真火,将方圆几千米全部笼罩。 薄青肉身强横,一个蹦射,将冲过来的几名骨膜撞飞。 趁此机会,柳无邪先数评出,五行神掌,永恒神拳,龟元刀,大天雷术,大龙象术,阴阳戒碑,柳无邪将所有攻击。 柳无邪性的仙术全部施展出来,中过来的骨膜,背各种仙术先飞。 这是背水一战,柳无邪没有退路,第一波攻击被抵挡下来,但是这些骨膜的身体,坚硬无比,竟然抵挡住了紫燕真火。 柳无邪的攻击,也仅仅是将它们先飞,很难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 其中两头骨膜,已经堪比人类半步些黄境了。 柳无邪一边战斗,目光锁定长有蓝色骨头的那名骨膜。 蓝色骨头还在,证明小隐还没出手。 十二尊骨膜,留下一尊看守蓝色骨头,剩下十一头全部对付紫燕跟柳无邪他们。 轰轰轰,剧烈的撞击声,震得民工都在晃动。 远处大批的骨膜,正在朝这边赶来。 脚影,快出手,柳无邪快坚持不住了,一只枯瘦的手掌,朝它凌空扫来。 必无可避,身体被枯瘦手掌扫中,导致它胸前塌陷了一块,五脏六腑传来火辣辣的疼痛。 仗着肉身强大,换作其他仙尊敬,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 刺条神龙之中,敖青的肉身最为强大,直接横冲直撞,给柳无邪腾出一丝缝隙。 没有敖青的牵制,刚才击中它的可不止一掌,而是好几掌。 崩,紫燕躲避不及,被其中一尊骨膜一掌击中,庞大的身躯道飞出去。 龙雪染红了天空,紫燕发出悲鸣的嘶吼。 敖青大怒,龙爪狠狠地朝那名骨膜压下去。 砰,先飞紫燕的那名骨膜,被敖青一掌拍飞。 战斗越来越胶着,柳无邪独自一人对付四名魔骨,身上早已伤痕累累。 敖青的压力最大,四名骨膜袭击他前胸后背。 紫燕迅速飞回来,一个神龙摆尾,将两名骨膜先飞。 战斗越来越白热化,远处还有大批骨膜靠近,柳无邪不断地招呼小颖,迟迟没有回应,小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 敖青跟紫燕也很是焦急,小颖平常虽然对他们言听计从,但是骨子里充满着叛逆。 就在柳无邪一筹莫展之际,长有蓝色骨头的那名骨膜,发出一声诡异的叫声。 只见他胸前的那根蓝色骨头,竟然一点点剥离身躯。 守在一旁的那名骨膜,迅速出手。 小颖虽然没有现身,但是造成强烈的能量波动,已经泄露了他的行踪。 眼看小颖就要命丧骨膜之手,柳无邪再次祭出了八宝浮屠。 第2450张女虎眸皮,小颖擅长隐秘,加上年纪最小,看起来像是发育不全似的,顿战斗力,远不及他的三个哥哥。 一年小颖出现意外,柳无邪第一时间祭出了八宝浮屠。 空,对小颖出手的那名骨膜,被八宝浮屠撞飞,这也给小颖创造了机会。 咔嚓,长在胸前的那枚蓝色骨头,被小颖硬生生地掰断。 还真是一头女暴龙,要比几位哥哥还要血腥无比。 说,没有任何迟疑,小颖的隐身有时间限制,收取了蓝色骨头后,身体逐渐显露出来。 趁此机会,柳无邪寄出吞天神鼎,将小颖收进来。 子燕,敖青,我们走。 收走小颖后,柳无邪大喝一声,让他们迅速后退。 刚才就嘱咐过他们了,不要陷入战争泥潭,一旦陷入包围圈,就很难脱身了。 子燕跟敖青严格按照柳无邪的要求进行战斗,古魔合围,他们就后退。 将他们收进来后,柳无邪施展身法,犹如一道流星,消失在原地。 等到十二尊骨魔反应过来,柳无邪早就逃之夭夭。 谁会想到,在他们身边,还潜伏一头擅长隐秘的神龙。 这些骨魔的精力,全部用来对付柳无邪,子燕跟敖青了,忽略了还有一头神龙,悄悄逼近了蓝色骨头。 失去了蓝色骨骼,那名骨魔身体一点点枯萎下去。 十二名骨魔,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。 刺耳的声音,相隔很远,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 主人,接下来你可能会很麻烦了,这些骨魔正在召集更多的骨魔前来。 祖娘一脸担忧地说道,刺色神珠对民族有什么影响柳无邪不知道,但是他可以肯定,刺色神珠对民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也许跟加罗神比一样,只是罗刹族的精神象征。 也许是维持民工的能量,失去了刺色神珠,冥王殿将慢慢知解。 这些只是柳无邪的猜测,刺色神珠肯定隐藏着天大的秘密。 至已至此,只能尽快找到剩下三枚神珠。 柳无邪叹息一声,只用了数息时间,从民宫之中逃出来。 其他三种颜色的神珠,是骨头还是其他东西,就不得而知了。 离开民宫后,柳无邪直奔敖霸所在区域。 霸霸盘旋在空中,身上伤痕累累,遭遇数百尊骨魔围攻,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极限。 数十尊骨魔,竟然爬到了霸霸的身体上,他们枯瘦的手掌,插入霸霸的体内。 场面惨不忍睹,这也激发了柳无邪无穷的杀意。 黑子在地面上,已经泄露了身份,跟骨魔斗的难解难分,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帮助敖霸了。 该死,柳无邪发出一声倾笑,引血刀高举头顶。 这么多骨魔,各个战斗力彪悍,金衣色仙尊敬,想要诛杀他们,非常之难。 但是帮助敖霸脱困,应该没有问题。 破天,柳无邪没有任何犹豫,其他仙术,虽然能击退骨魔。 想要击退数百尊骨魔,帮助敖霸逃走,无疑是难于登天。 晋升仙君一重后,已经能将第一招破天勉强施展出来。 虽然达不到出神入化的程度,对付这些骨魔绰绰有余。 神秘抚印从始祖术中钻出来,加持到银血刀之中。 破天展露出来的那一刻,整个冥界都在晃动,那些弱小的骨魔,承受不住破天的碾压,纷纷炸开。 趁此机会,柳无邪寄出吞天神鼎,将熬霸还有那些碎裂的骨魔一起吞噬进来。 黑子,我们走,柳无邪一声长啸,黑子一个蹦射,脱离了战圈,迅速追上柳无邪的步伐。 那些骨魔看到柳无邪逃走,发出嘶吼声,柳无邪越走越远,骨魔的速度远不及他。 调动始祖术,大量的液体冲刷敖霸的肉身。 那些裂开的伤口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 经历这一战,敖霸的战斗力,提升一大截,隐约有突破巅峰仙尊敬的趋势了。 摆脱骨魔的追杀,柳无邪这才放慢了身体。 检查黑子跟敖霸身体的情况,敖霸的伤势稳定下来,黑子皮操肉后,都是一些皮外伤,没有什么大碍。 坐在地面上大口的喘息,一枚沾蓝色的骨头,落入他的掌心。 黑子守在一旁,替他护发,以免其他骨魔偷袭。 陈石强行进入蓝色骨头,奇妙的一幕出现了,蓝色骨头里面竟然有一团蓝色的液体在流淌,像是一团海洋出现在他视线之中。 原来这就是四色海,柳无邪终于明白四色海的来历,检查了半天,蓝色骨头里面除了蓝色液体之外,并无奇特之处。 激发了好几次,并不能打开冥王殿,看来要凑齐其他三种颜色才行。 将蓝色骨头收起来,简单修整一番,准备前往第二座民宫。 另外一个区域,寇彪率领三名罗刹族进入民宫之中。 成功拿到一枚红色头骨,罗侯率领其他人在外面牵制骨魔,吸引了大批的火力,给寇彪创造机会。 拿到头骨,寇彪带着罗侯他们,迅速撤离此地。 他们跟柳无邪一样,即出神时,进入头骨之中,发现里面流淌的是红色海洋。 时间无声无息的流逝,大批的骨魔,他们从远处赶来,守在剩下两座民宫之中。 欧把伤势恢复之后,又变得生蒙火虎,我们出发,时间紧急,要尽快找到剩下三色神珠。 柳无邪还不知道,其中一枚四色神珠,已经落入扣彪的手里。 扣彪同样不知道,柳无邪拿到了一枚四色神珠。 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,柳无邪必须要做好万全之策。 骨魔已经上了一次当,不可能继续上当。 况且骨魔数量众多,欧把就算牵制,也不可能牵制如此多的骨魔。 花费了一个时辰,终于赶到第二座民宫。 看着守卫森严的民宫,柳无邪皱了皱眉头。 怎么会这么多的骨魔? 第一座民宫,骨魔虽多,利用欧把牵制,成功拿到蓝色骨头。 眼前这座民宫,出现了上千名骨魔。 其中堪比仙尊敬的骨魔,多达上百头。 如此强悍的阵容,就算是一般仙皇进前来,都很难全身而退。 促娘也没有什么办法了,远处又出现几道人影,扣彪他们竟然也来了, 他们的目标,也是这座民宫。 他们刚一靠近,就看到趴在远处的柳无邪。 柳无邪猛的回头,也发现了扣彪他们。 仇人见面,分外眼红,扣彪眼眸中透着凶狠的杀气, 一个剑步,直接冲向柳无邪。 罗侯更是率领剩下几名罗刹族,将柳无邪团团围起来。 柳无邪,终于抓到你了。 扣彪一字一顿地说道,如果不是柳无邪, 他们怎么会损失两名圣子跟一名长老? 看来你们也是为了寻找四色神猪来的,我说的没错吧? 柳无邪非常的淡定,平静地朝扣彪他们问道, 他刚才完全有机会逃走,选择留在这里, 因为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 如果执行下去,逃出冥界的希望,大大增加。 扣长老,别跟他废话了,此此狡猾无比, 我们先杀了他,再想办法拿到四色神猪。 三名圣子安纳不住了,说完就要对柳无邪动手。 加上罗侯他们,柳无邪必死无疑, 凌厉恐怖的气势,像是咆哮的洪水, 欲要将柳无邪淹没。 罗侯他们蠢蠢欲动,他们的目标, 是夺回加罗神笔。 你们看这是什么? 柳无邪掌心,突然多了一枚蓝色骨头, 看到蓝色骨头的那一刻, 扣彪还有罗侯他们迅速顿住脚步。 你也拿到了一枚四色神猪, 扣彪深吸一口气, 他们费了很大的劲, 才拿到一枚,柳无邪仅凭自己, 就拿到一枚,这简直不可思议。 你们应该知道,只有凑齐四色神猪, 才能离开冥界, 如果你们执意要杀我, 那我只好捏碎这枚骨头, 大家一起死在冥界, 谁也别想活着逃出去。 柳无邪说完,突然用力, 蓝色骨头发出卡卡声。 不要,那三名圣子发出一声惊呼, 虽然恨透了柳无邪, 但是他们更渴望活着出去。 失去了蓝色骨头, 就算他们杀了柳无邪, 又有何意, 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, 不是他们想要的。 罗侯眼眸一缩, 有种不好的预感, 柳无邪在圣山之中, 就是利用罗刹夫人的尸体, 威胁圣女, 逼着他就范。 没想到到了冥界, 又是用这种方法, 不过这次换成了四色神猪。 柳无邪,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? 扣彪知道柳无邪话里有话, 让他有话快说。 并祭一切恩怨, 我们联合起来, 夺取剩下两色神猪, 等离开冥界后, 我们再一决生死。 柳无邪说出自己的想法, 自己无法进入冥宫中盗取四色神猪, 但他们想要拿到四色神猪, 同样不是那么容易。 只有合作, 才能共赢。 柳无邪一番话, 让扣彪陷入沉思, 柳无邪一人就能拿到四色神猪, 肯定有过人的本领。 众人目光看向远处密密麻麻的骨膜, 纷纷皱了皱眉。 哼, 你狡猾无比, 跟你合作, 无疑是与虎谋皮, 你还是乖乖地交出蓝色骨头, 我们会考虑带你一起离开冥界。 右侧那名圣子开口说道, 对柳无邪并不信任。 没错, 交出蓝色骨头, 才能证明你的诚意。 另外两名圣子连忙负荷。